我們今天是代表工聯會就沙中線紅磡站的月台涉嫌造假的事件 是有個回應的 沙中線紅磡站用來支撐月台層的力場 涉及偷工減料 鋼筋剪短了它就裝接譜 導致五千個螺絲頭移位破損 嚴重影響整個結構 亦可能嚴重影響公眾使用的安全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繁忙的月台 每天很多人上上落落 如果真的不幸發生倒塌的意外 就真是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一直以來工聯會過去幾天都非常關注事態的發展 我們覺得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都不敢問 整件事 港鐵為何不早些公佈呢 早至2015年 其實港鐵都發現是有問題的 為何沒有一個情報機制 讓公眾得識這件事 讓公眾覺得 港鐵是否有隱瞞之言 是否有臭屎密窮的情況呢 第二個 我們覺得是要質疑 要追究這件事的監管責任在哪裏 承辦商的責任 港鐵的責任 運防局的責任 這些工程就是層層外判的 政府就委託港鐵 港鐵又委託大判 大判又委託承辦商 是不是層層外判之下 責任最後不了了之 我們認為是絕對不能夠的 而且過去這幾天 港鐵 例如馬時康主席 這種擠牙膏的方式回應 都是令到公眾 非常失望 是信心存失 我們要求 他交代事件 他就說 OK啦 OK 不能夠令到公眾信任 而且他說 復修工程已經完成了 第一 完成了是否百分之百可靠 有誰能夠保證呢 第二 完成了復修工程 是否可以當作沒有事發生呢 為何港鐵不早些 向公眾交代 要等到有人爆料 現在才出來補獲呢 令到市民非常質疑 對港鐵的管理層 是否一直都有意去隱瞞事件 前後不一的態度 令到市民 對港鐵 再加上之前種種工程的失誤 令到市民對港鐵 失去了一個基本信任 事到如今呢 今天呢 港鐵呢 雖然召開特別的會議 明天呢 都說會有一個記者會交代 但是事到如今呢 我們覺得 港鐵 自己查自己呢 是難以令人服眾的 也都難以令市民安心的 因為這個月台結構問題 是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 以及公眾安全的問題 因此我們工聯會呢 要求政府 是要主動 是要有所作為 不能夠將責任再外判 我們工聯會要求政府呢 是主動成立 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徹查事件 包括徹查今次事件 為何會出現這些工程的 偷工減料 欺上門下的情況 也都要去檢討 好現時整個工程的監管制度 令到呢 這些同類型的事件呢 不要再發生 第二呢 都是建議政府呢 這件事件 是不是也都需要同時呢 是報ICAC 去了解當中呢 是不是有一些商業的 貪污 或者是造假的問題 而令到呢 我很希望政府呢 是能夠 同整件事呢 是表達一個清晰的態度 給公眾知道 我們希望呢 政府呢 是要向這些呢 偷工減料的作風呢 堅決說不 向這些呢 是呢 就是 一種隱瞞的態度 一種呢 不公開 解 搞定了這件事 了 又不需要向外公佈的 一種的作風呢 說不 要挽回呢 公眾對港鐵的信任 港鐵 政府是港鐵的大股東 也都是負責 我們的市民的交通 所以呢 運防局在這方面呢 希望它是能夠 有所作為 也都是政府 要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我覺得馬時亨在這件事上面 有不可驅舍的責任 他近期幾次事件的回應呢 都是相當差的 亦都被人感覺上 他在一個監管的 這麼多工程 包括高鐵也好 沙中線也好 接下來的其他鐵路工程也好 他是不是有個清晰的傳聞 是能夠搶得到呢 這方面呢 馬時亨在現階段的表現 是令人覺得是有所質疑的 擔不擔心 最近這些沙中線的事件 加上高鐵最近 市民的時候 也有很多問題 會不會都 擔心高鐵 兩個執政都會出現 我想兩條線路呢 沙中線 你問沙中線 還是高鐵 沙中線也會搞到這樣 加上高鐵之前市民 是 我想一定程度上 會影響市民的一些觀感 和信心 所以正正是因為這樣 政府就更加要主動 成立調查委會 去徹查這些事件 去挽回市民的信心 亦都說了 要更加積極去不斷發掘 還有沒有其他要執漏的問題 亦都更加重要 要主動向公眾交代 開城報公 這個態度是最重要的 不要像今次的事件那樣 問題解決了 補了鑊 做了補鑊工程 就不向外公佈 透過第三者爆料 整個港鐵就沒有了公信力 問題就在這裏 現階段 政府用獨立調查委會 效果是最好的 最快能夠成立了 特首說要成立 很快就可以成立 獨立調查委會 正如早前巴士的意外 很快都有調查委會 亦都有 可以召開相關的調查 另外我們相信 如果過去的經驗 都是 由一些大法官 去擔任這些 獨立調查委員會 的主席 其實那個調查公信力 亦都是非常高效率 至於是否用立法會 調查的方式 那我就看回 接下來的進展如何 如果我們希望 接下來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都能夠查到這件事 是水落石出 那樣的話 就未必要再用其他措施去處理 之前有機會跟陳法務 即是想反應過 陳法務 這個調查委員會 有個可能性 或者成績的情況 暫時沒有 我自己 應該不說 我自己就未有跟陳法務局長 是很直接去溝通的 但我們一直都密切著 這幾天 港鐵的回應 和政府的回應 特別是港鐵今早 開了一個特別的董事局會議 我們看到到現在為止 港鐵都未有一個 比較讓公眾去信服的一種解釋 特別是讓公眾去信服 為何這件事 是有一種涉嫌 是對於造假 這麼大的問題 是出現有一種涉嫌 是包庇 或者隱瞞的情況 到現在 是不是有一個好的解釋 所以我們要求 政府是要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港鐵自己查自己 已經不能夠挽回公眾的信心 好,謝謝 多謝